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片《卷一》里面其中一段讲人才 人的品质有三种 第一种是什么呢 深沉厚重 是第一等知识 第二等知识就是 第二等知识 第三等知识是聪明才变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的同学 我想每个都是男的英俊瀟灑 女的又美貌 情绪无敌 全部都 那你又向我刚才说的 这个 聪明才变 旅乐浩浩 深沉厚重 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这个就是一个成长 蜕变的过程 你的人生就很美本 你的人生美本 我们整个社会都很美本 多谢大家 说了半个钟 剪了分几钟出来 开场 刚刚才是 蜕毒青年 是的 这个黄毓民 死而不疆 坚决要继续蜕青年 其实刚刚我在这里 在这个《瘟狗》的片辑部 看到很多青年来 让他蜕毒 真是惨 二十岁 十九二十岁 就走来和你这些 你又未到女通 什么外国 但是都真的蜕毒 你勾结外国势力 没有我份 那些泛民 太要情 没有我们 我们是勾结港内势力 但是我以前真的很奇怪 你去那个 hi table dinner 其实都没有开场白 应该介绍一下这位 阿哥 即是马建然先生 哇 你在传统 那你就是叫他马建然 叫他 Barry哥 你需要把他的电话号码 不用 有些人说 今晚他上来的节目 又在那里 六六九八二四二九 对呀 六六九八二四二九 你现在 你爱米的剧 真是招牌 不是 我在我节目 就不会这么说 是上来 我怕那些人 不认识我 喂 大哥 听我的节目的人 很多都听你的节目 怎会不认识你 是 可以这么说 不是 我先讲这个整题 我又不明白 按照计现在那帮领大生 或者现在那帮大学生 二十岁出头 十多二十岁 二十岁出头 就不是 我不怕得罪 就不是 王毓民先生 最有影响力 那个时代的成长 他们那时候 可能是刚刚出生 或者还在他父母 那为什么他们 要搞这些 high table dinner 都还是找你 我真的很奇怪 巴士得不得奇解 我经常去学校演讲 其实我过去这二十年 去很多中学 是 那你过去二十年 去中学 很多已经大学毕业了 大哥 是不是 他一代佔一代 你譬如我二零一一年 去拔萃 讲这个 辛亥革命五十九年 那一年 我去了三十多家 去了三十多家 学校讲话 我二零一年 即是现在都二十多岁 现在都二十多岁 讀大学 已经大学毕业了 是 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不断去学校讲话 是 讲历史 讲通识 即是我未做议员的时候 已经在做这些事情 你明白不明白 做议员的时候 反而少了 做议员也不少 我想在立法会议院里面 是我去学校讲话 最多的一个 那近期有多 理由很简单 即是我是逢请必到 即是我有个原则 譬如那些什么 扶伦社 什么商会 你做议员很多 这些人就聘请你去讲话 我一定认识的 OK 但是学校呢 我一定去的 以前我试过 我未做议员的时候 即是很红的时候 九十年代 那些什么社 聘请我讲话 我就说得磅水 很简单 如果说得磅水 他就却步了 他以为老讽 你明白吗 但我想问一下 王议员 不是吧 前议员 他叫惯了 那如果那些学生 请你去 那学校的反应是怎样 校方 你觉得 有时我讲话 校长会坐在那裡 他会跟我打个招呼 我做议员的时候 是 因为你是议员 他都好像是礼貌上来 有时就是通识科老师找我的 很多通识科老师 其实都是我的粉丝 有些以前试过在中学读书 我去他的校校讲话 到他在中学教书的时候 他找回我 不知多少 我告诉你 我的情况 跟他们有些不同 因为我一早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明白吗 所以 现在 譬如有很多人 找一些留学会员去讲话 他都要考虑有没有时间 以及去讲有没有好处 这件事 当然了 你浪费我的时间 去到没有好处 九万多元 他不去的 但是我不是 我教书佬出身 人之患在好 为人师 学生叫我 我就去讲 我什么都讲 我又扯一扯 就扯到政治 一定 所以 其实 我自己也都喜欢 那些学生 有时 他们是自己主动 向老师提出 想找我去讲话 即是没有什么 冷屁股对待 就没有 去到 他给你去 就一定很热情 OK 要么 就直接不让你去 OK 我试过 譬如说 我出了一本 立法会的书 我就写了一本信 我这个和通识 课程有关 你们请我去讲 我就会跟你讲 但是反应一般 因为我在立法会 大佬 那些学校这几年 开始自我審查 都很厉害 我现在告诉你 自我審查 连学校也是这样 但是 那些大学 如果是学生团体 他坐你都傻了 是吧 譬如你讲大学生会 或者他们那些 正正系的学会 他坐你都傻了 他就照样找我 是吧 那我的情况 我不管 你只有十个人 一百个人 是吧 二十个人 我都照去的 不过 我又说 香港的学生 就算大宣学生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年纪 应该最无负担 应该最正直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相对 都是暗讯 都达不到我对他们 大学生的期望 希望慢慢改善 或主导你 不是 因为整个大环境 会影响到他们 不是个个都敢去拼命 我都不赞成 现在的人去拼命 你真的很简单 好像昨天 那位做事应的 他认 两年十个月 他还叫轻盘 量刑点是五年 你看看他做了什么行为 那些是非法集结 是呀 经常会做的 不为你而已 但你告到暴动罪 你告到暴动罪 你梁振英作最大的恶势是 他送这一群年轻去坐牢 就是他做特首的时候 这个是袁国强 这个一定是不得好死的 但是我这么说 你现在这个先例一开了之后 就算一后 你告暴动 法庭是没得选择的 没得选择的了 但是你日后 就算现在这届政府 或者这个郑若驊 如果有些类似的事件出来 他一样是不会首愿的 一样是告暴动罪的 你做开了 一件屋两件位 难道你非法集结集警 不会的 那你暴动罪 你看看有个别被告的案情 根本是不能告暴动罪 以前的标准来说 这些是非法集结里面的暴力行为 可以这样说 不是 我又觉得这样 昨天我 你现在退帖了一分钟 他们的暴动 是啊 昨天在我自己的节目就说 嚴刑进法 行不行呢 某程度 现在表面上就似乎可以 现在表面上 因为为什么呢 真的好像 自从鱼蛋革命 拘捕了那么多人之后 暂时社会 这样的运动 那么激烈的就少了 但是压得一辈子 压不了 尤其是这群追求自由的人 你这个不是乱世 是乱世才用重点 大哥 现在也算是太平成世 一乱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共产党搞乱 那句难听一点 社会相对来说 香港也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安定的社会 是不是 就是一个社会 我也不知道回答你 是不是好 我也觉得可能不安定 你现在天天做节目 看报纸 对政府来说 为什么不安定 那也是 就是 社会秩序是不是大乱 不是 是不是 治安是不是很坏 又不是 很难的 以我对香港人的观察 你要去到治安 很坏 真的很难的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说治乱世用重点 我永远不及乱世 如果不是乱世用重点 统治者行使公权力 你就要承担责任 所以呢 这个世界上就很难怪 我也不想这样去抽水 因为上周 我听到你 蘇根捷是不是 上周 上周 他说 本土派也好 独派也好 以和为贵 黑社会第二集 团结 那我就不想抽泛民这些水 其实我的《啤梨晚报》 一早已经说明了 自从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之后 我窮一身的力量 就要屌弃这个泛民 施失商 施失商 我要跟大家说 特别是泛民的朋友 因为我有泛民听的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整个check room 又要听 又要屌 就像你的节目这样 一度听一度屌 这么厉害 有些格的 吴家产也有的 我忘记了 在我的视频 有什么问题 你来就预了 那些人 那些人预了你很厉害 是吗 预了你不论说粗口 不是啊 我发觉 我有一个特质的 我发觉 最喜欢听我的节目 说粗口的那些 是女性听众 你很厉害 我不是厉害 他们通常很老 你讲这些 你说有歧视 有性别 那又没有歧视 你又有年龄 歧视 你讲一句话 某程度 一个是性别歧视 就是女人喜欢听你说粗口 一个是年龄歧视 多数都很老 我不会不认 我不会不认 事实上 我对女人的年龄 是有点歧视的 那多数有年龄 喜欢听你说粗口 那你又少一点 我到今时今日 我最讨论的 是什么 我最讨论 就是为什么热血公民 这么讨论多女 当时我都是 吴家产 最年龄 我叫平姐 我想起 我越想越不认 现在我没有黄良达 这么讨论的名字 我美国说我说 我越想越不认 难道我不想有形 正同态 不过 不过 我们南花也是抽了皮 人家义血公民 仍如若方中 真的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忘了想想 你现在是抽他水 还是抽我水 不是 我发觉 你抽哪个水 再说 你对泛民心户痛绝 其实说一说 其实我们当日 但我要由头 我们是轻松一点 我不知道大大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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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有题目 开场 让你温暖一下 我们的温暖 可以温暖到11点半 我会制止你 其实我当日 我主场 你做 我会制止你 不是 我说了两句 其实当日 我们所谓 我只是搞难回来 是有贪玩 但其实大目的 真的未有任何 例如 那时候上去的演讲 立法会的发言之前 我们也有大目的 我们就要搞糕泛民 而我们 不是个个 但绝大部分 不一定是因为 王毓民影响 我跟泛民的朋友 先说 不要这么狠狠 你以为什么狠狠的人 包括现在的年轻 个个都是 有很多不拖王毓民 都不拖你们 但是 这些很清楚 这些是什么 为什么你们每次都在赖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混蛋 不要再说了 说回我们今天的题目 你想说林郑月娥 昨天他在立法会答问大会 短问短答的 他有个新游 就是混蛋 不是两三个月一次 那些 立法会答问大会 我多些来立法会 因为他是很有信心 来到立法会 怕什么 你这些人挑削 他不是第三流人才 在他眼中 他不是第三流都不是 我现在说 女新吾的三种特质 根本整个立法会 没有一个人可以符合 有哪几个聪明才变 你告诉我 聪明才变 聪明才变 你以为那么容易 有聪明未必才变 什么 变才无碍 口是别急 但又要聪明 有多少个 这个已经第三等知识 在女新吾来说 至于女乐豪雄 就一个都没有 是吧 做人光明磊落 豪迈 有意气 有哪个有啊 你告诉我 是吧 至于深沉口 更加没有了 更加没有了 你这些要排上 我有一段时间去排 我记得2005年 苹果的一个专栏 李碧华 他写了一篇文件 他写了一篇文件 由我做的历史 几狼都有一个节目 开始讲的 有先 那时我在做历史几狼都有 他就说 黄毓民这个节目真是好 是吧 行行几句又拋这样拋那样 他就由我讲这个三等知识 我不知是雍正那集讲还是哪集讲的 他就一直说香港这些 香港那些 你看看一个政坛 不要说这三等 后面在排的那些是奴才 那些资质 都未到 都未到 我最记得是2005年 他写了一篇文件 所以你说 在立法会 你里面的人 可以达到这些资质 基本上没有 我说连聪明才变都没有 现在 以前也还有 以前也还有司徒华 曾玉成 曾玉成 余若美 李柱銘 也算是 在他当年90年代 初做立法局议员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聪明才变的人 他是资深大律师 好了 现在哪有呢 你现在告诉我 你什么 放你入立法会 爆一下 威过他们九倍 不要说那些 现在连张文光那些都没有 没有 所以这些级数的都没有 你想想 你现在数一下 不要说建制 建制一定比泛民更不堪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公道地说 你泛民和建制比较 你在议会表现 口才或者识见 你建制派那班 和泛民拍摄特别年轻的班 大家都差不多 但泛民也会比较好 相对比较好 更公道一点 你找陈克勤 陈恒彬这班 去泛民和欧乐軒 这些比较 那你都看到级数 这个是很公道的 但是总体来说 都是不碰党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 人 学识 见解 这个旗词 这个品格 是吧 你讲学识 他有什么学识 好像那天 你郭背凡 恨钢不成铁 你讲得很开心 这些人 你不是说我 你抓他自私 真的没有读书 等于 恨铁不成铁 这句 很难会错 鐵才会变铁 铁变铁 你有什么办法 平时就少读书 关键就是 那不是为何 譚文豪会弄一句 这个 马首士 膽出来 是吧 嗯 那这些是 没得够 没得够 譚文豪很有型 很多粉丝 基斯 冲上文宵 哈哈 Tom Cruise 是的 我为何说譚文豪呢 昨天他在一个答问大会 就问林郑月娥一个问题 翻她的旧帐 是 当然这个就是针对昨天 很多议员都问一些 所谓的宪制上的问题 而这个宪制上的问题 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由于 你动一动 就说别人违反基本法 是吧 动一动就说 你说别人违反基本法 那他就问他一个问题 在2016年8月份 他有没有讲这么仔细 我就不太清楚了 待会我们放到片子出来看 大概意思是这样 他有没有讲过年份 但是我记得是那个年份 2016年的8月份 特首选举前 出席一个青年活动的时候 就说这个基本法的问题 他就提到这个基本法 就是要拥护基本法 这个必然是不对 每一条基本法 160条你都同意 那就叫做拥护基本法 就是拥护基本法 就是无需基本法 每一条条文你都不同意 在160条里面 你不可能每一条条都同意 譬如107条 我就不同意了 很清楚 他这样说 很清楚的 是吧 就是说到量日违出 收支平衡 避免赤字 这个107条 就是这样说的 好了 你现在 就是说别人违反基本法 你就不同意基本法 是吧 那譚文豪就问他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的答复是很能有型的 真的很能有型 他说我是代入 我当时在那个活动里 我是代入去代入 我代人去答 你怎么代入人家呢 这些是狡辩 狡辩得来 是不能之所谓 所以我今天录了一集 叫做 叫做卖乖取巧 这四个字来形容 OK 就是说文解释 星期一播 我现在录了一集 叫做卖乖取巧 这些就是 喂 你说代入 他说 我是代入他们说的 那就是不代表我不贊成 基本法的条文 就是这样 这一个呢 喂 这些是无耻 你知道吗 你这些说得对了 那你说不怕包丝 那我不妨说 其实大家可以看回 我今天提到的第一节 我就找了几个战人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少讲政治 因为我年纪会这么相干 喂 你提供一下 我们现在有个叫做 癲狗一报 那十大 十大 你讲奸战人 不是太多了 我都说你 根本这个是难题 你看一下 你脱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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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要卖港 还要卖港 不是普通战 你脱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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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兼责 就要身材 十个 真的要加油 好好的加油 就是这样很容易 十个 劉少加的分钟牌 调到三千多 这样良巧 林郟越来是 今天我说 本來我其實很少罵這些人 所以我將幾個賤人合成一堆 不行 你不說沒人看 但幾個賤人合成一堆 你都實在覺得太離譜了 林鄭月娥為甚麼 他真的當我們白痴 其實我已經說什麼都無所謂 但你真的不要當我們白痴 不要說那條奈何橋 那條奈何橋 只是林鄭月娥 他當日說 其實當時還未DQ 他都說是689 那時候是8月 但他可能有機會 可能他聞到一陣味 不是聞到一陣味 我現在可以正式告訴你 他根本知道就是他做的 根本已經知道是他做的 否則689還未下台 還未被人DQ 他當時就鋪上路 跟胡蘇仔問他都不同意 因為他攻擊人來保守 和胡蘇仔理財 那個處境是很清楚的 你今天被譚文豪這樣打 他這樣狡辯 香港的最慘是甚麼 商界也好 政界也好 最多是這些含家產 以為這樣捉兩句說話 哎呀 含家產 如果現在泛民 如果他不是泛民 這個林鄭月娥 否則那些泛民狗就會說 哎呀 林鄭含家產 一句KO譚文豪 你知道現在泛民狗 那些泛民狗很流行 那幫泛民狗真的是含家產 你竟然還支持泛民 你不死絕全家屌 你怎麼子子孫孫做雞 你真是含家產 我不代表憶民 對我來說 我真的認為香港屌你 你們一天不改變你的 mentality 一天繼續跪跪跪 希望屌你共產黨 不要搞夠我 搞夠他就好了 玩了 所以我寧願這群含家產死 真是 真是仆街 不要說話 這個林鄭月娥 他竟然不說出那句 你剛才所說 哎呀我不是 其實 我代入 我代入 其實為何會問你這條問題 處境是為何你經常要攪拗戴耀廷 不只是說戴耀廷 還有其他人 被DQ 違反基本法 最基礎的 大家都要不斷不斷提 因為他們有公權力 你們有電視直播 雖然很少人看 現在沒有黃毓民之後 他怎麼違反基本法呢 戴耀廷 他怎麼違反基本法呢 作為一個市民 他怎麼違反基本法呢 最好笑是你現在 湯家驊還要觸犯 你還要立忍殺 湯家驊這個聲音 要這樣 觸犯一個刑事人 煽動罪 我聽說有些議員 我不知道真是假 因為排名十一在大陸食工會 其實人是沒事的 我覺得我呢 一個人最重要是雷樂 無所謂的 說真的 搞十一 與未成年少女 發生性行為 真是十一個字 沒有證據 沒證據 沒證據 但如果是的 是好想平 但有人問過他 他的回應什麼叫做衰十一 作為一個大律師問 實在是好想奇怪 還有一些人在網台廣告很多次 湯家驊說衰十一 他沒有個人誹謗的 但也不代表他一定有 但就算有 但我不會說這件事 等我講 但就算有 沒有證據 就算有 有時很難說的 就好像當日我看的那套不知道什麼電影 吳振宇做的 他被別人煽 不知道是鼓掛仔還是什麼 屌你了嗎 那個女兒的女兒 這麼大的 然後原來是十五歲的 有時很難說 你肯誠承認的 其實我們一般人 當然厚諸不乎 但我心裡都說 很難說的 這女兒這麼好 可能是這樣的 你就不用做狗 你現在就代入 我代入 我現在就代入 我現在就代入 林鄭月娥那時候代入 我代入 林鄭月娥代入 就應該說 一二三條都不是那個贊成 說得如果我雖十一 我就算林鄭月娥那時候 我還要跟群眾 還要揮手 人家覺得我口腦有型 你以為 你五十幾歲人 人家騙到十一 在美國 坐到你無法出來 你不用子意出來 你七八歲 跟你十五歲半 你現在講十一 十一 未成年就代入十一歲 十五歲留下 十五歲留下就不行了 其實老實講 真是有些開玩笑 搞得英俊英俊 那些人渣 你嘗一下你在美國 你嘗到你了 在美國管有幾隻小孩 上去那裡大漢 你想想 現在香港無恥都這樣 其實林鄭月娥不止 林鄭月娥真是很混蛋 我也不明白 當日她答應說 你荼毒的年輕人 屌你了 你林鄭月娥 我真是很怕 現在香港那群精英 可能我們是粗人 但是那群精英 真的完全是 屌你 最簡單的那句話 昨天她又說 說八五人來香港 不讓他們堵塞 就可以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這個簡直是荒謬 我真的 我自己的節目講了兩次 我也認為是挺荒謬的 因為你們是堅決 堅決不肯建公屋 就算你真的截了八五人 你很簡單 八五人就讓他們來 那你多建公屋 你建公屋而已 其實很簡單 現在這個政府 我昨天在看報紙 屌你老母 臭屋是含家產 成萬人一隻居屋 居屋 七八千元八九千元 還要去 last minute 有些是國民 現在還超額認購三十幾倍 三十幾倍 其實我老實講 大家問心我一句 大家都知道屌你全部是騙的 因為跟回她的資產審查 或者入息 基本上都沒什麼可能買到 OK 經常說要脫軌 所以跟現價脫歐 我其他什麼人都不說 這個政府 只是說住 你現在搞到 我們每天看報紙 說在玉米以前做九龍西 你真是慘不忍道 現在的人很淒涼 你找兩筆東西的年輕人 好像我們有個兄弟 即是快進去受的 所謂你們口中的異事 魚蛋革命 找一萬五六元做個樓面 你倆住的 那些什麼膠樓屋 為什麼呢 四千元租 如果住劏房 要五六千 六七千元 那你找一萬多元 那二千元就很重要 你這些問題不去解決 你繼續高地價高樓價 今天就說 那個青衣八千多元呎麵粉 青衣 還要生上麵 那你沒辦法 地產商貴賣貴賣的 對不對 建築費又貴 所以你這樣賣出去就幾萬 八千元 八千元一尺 不是你兩萬 那你香港怎麼搞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好了 你們作為有公權力的人 你們不要好好面對這些問題 有些人稍微 你幾乎多說兩句話 你們 喂 還在說這些欺欺話 他說我呢 就是當時以代入守法 人家來一代入 就不是說我本人不支持 基本法裏面的任何條文 那在現實他就很支持 但是你那句話 你當時就 107條我就不太支持 那你為什麼是你的身份 你怎麼代入那幫人呢 那幫人可能有些是反對23條 可能有些是反對其他 對不對 不是 還有一樣東西 2016年8月 你出席這個活動 我記得這些報紙登得很大的 很大的 為什麼當時你不用同樣的說法來解釋 沒有嘛 因為現實裡面 他真的很支持這條107條 現在我們看到他的財政預算 他的偉大的財政司 Mr.波波 喂 我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新理念 都是很想保守 都是按鈕咎咎 都是退稅的 都是兩入圍出 都是兩入圍出 都是收錢 避免赤字 避免赤字 不是說沒有好消息的 你收不收到封呢 只是說避免赤字 沒有叫你大量盈餘 不用的嘛 OK 你收不收到封呢 我想問一下 如果教授很多 多線 波波這件事都大量盈餘 重審又多花一千幾百個 沒有那麼多錢 幾塊都要了吧 你終審法院 他現在扔到上訴庭的重審 這些是上一兩堂的 如果你重審 因為之前已經說了很多 不會有很多錢 你想想 懲罰性賠償都是25萬 他只不過寫封信 電郵發去給所有人 就說 他兒子他女兒 這個含家產 是混蛋 又跳虎又成 人家就算出貓 關你什麼事 你老母 這個風格可能不適合阿玉 問他們聽眾 但我真的忍不忍住 老老實實說 你改變我的聽眾 年青人 吵你老母 不忍吃出貓 不忍吃搞事情 都是含家產 中東被人說 不要說那麼多粗口 這個節目這麼好聽 你要入屋 那是沒有辦法的 我節目很容易入屋 我給你買一部 那他會不會在我家裡 在廳裡 開電話給大家聽 那倒沒有 通常他們人家坐車 坐車廳 聽到差不多 沒什麼所謂的 網台 例如我有很多節目 一個粗口都沒有 歷史系列 那就算陳志雲 那些年都少 那些年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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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有多 反而我有聽 我是粉絲 反而你也不是 那我要遷就他 因為我很少 但我不多 這個節目多 但我覺得你真的不行 為甚麼呢 博士最HIGH牌的時候 你就按他 即是高潮 快要刀釘的時候 你就按他 當然 我們不是 你危險 我們還是聽眾 喂來了 你呀 喂 你們 喂 你 不可以 不過好聽的 那些年是 是不是夠中文 他不是 他不是 他就是夠中文 你真準時 不要蝕腸 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